各位,我開始製作今年最期待的登山影片 沒有爬過山的可能不清楚 甚至連聽都沒聽過 那就是人高安東軍 他雖然不是完整的一段正走 但我可很自信的跟你們說 走過人高安東軍之後 他會讓你不需此行 大家好,我是阿鈺 為什麼人高安東軍這麼推薦呢? 那就是他擁有最夢幻的雲海 你能讚嘆的人鋪 還會經過許多高山瀑布與水池 人高瀑布 大陸池 白石池 萬里池 還有吞陸池 如果這些還沒有讓你心動的話 那你有過星星與雲海一起過夜的體驗嗎? 甚至晚上台灣水路陪伴你過夜 說了這麼多就跟阿鈺一起出發去人高安東軍吧 人高從爐山溫泉屯原登山口進入 經過天池山莊 人高煮風光頭山 最後一天由澳岸大遊樂區出來 兩邊接駁春陽會館小葉子幫忙來回接駁 此次行程安排六天七夜 第一集我們將介紹屯原登山口是天池山莊 爬升兩千至兩千八百六十公尺 路程約十三K 預計露營天池山莊 夥伴屯原登山口開始整裝 阿鈺擔任領隊 隊員有六位協助十尾共十一員 六位隊員請四位協助幫忙 背負裝備與伙食 這次請阿鈺協助團隊幫忙 十五左之右三強俊傑阿強阿民 能夠玩東西 我來了 能夠 出發 來喔來喔 能夠 我又來了 等一下我拿單子給你看 很毅力 你們是住床位還是單位 因為 等一下是正題 還沒拿給你 國中照片阿 拿國中照片出來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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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幹嘛 看那個 你要自己抓去看小費 對 阿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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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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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一下 阿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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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報到完 我這邊問我一個 有四個協助阿民 待會會幫我們推動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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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努力就給他平常 蛤 他們不是說 他們臉就是生存了嗎 真的嗎 你是怎樣說阿 我的電子比較困難 他們有另外一個等級本 就是 沒有你們這麼平常 阿鈺哥 我們有複雜嗎 你們就是這樣簡單 你們簡單的 是從 能高月嶺西段進去 你們會從 那個安東就那邊出來 那西段現在 這月10號起有一些新規定 因為未來如果你們認識得讓走這一段 你們也可以告訴他們 就是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 光屁發表以西這一段的步道岩線是禁止紮影的 因為之前其實有發生過度紮影 然後環境產量過高的情況 所以現在有 南投靈管樹這邊有做管理 那如果被發現紮影的話 就是他會在天池那邊被停止硬 紮影 今天是我們能高的第一天 我們從屯園登山口大概2060公尺 會爬到天池山莊 海拔 大概2860公尺 爬升將近要800 整個公里數大概13K 我們今天在天池山莊是用營地 兩個大的營味 它前往 我們待會已經快要到雲海保鮮所了 在雲海保鮮所前面就會 經過一個土地公廟 我們要繼續前進 抵達雲海保鮮所 大家在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雲海保鮮所2360公尺 我們從這邊下去 雲海保鮮所洗手間在這裡 有兩間啊 還可以啦 那看有沒有水 有水 有水 能夠越年的木炭窏遺址 啊 可以看一下 超酷的 這邊可以走過去看人高瀑布的下面 哇!這顆杜鑑開得好漂亮喔! 我們抵達了天池山莊的岔路了 左手邊就是往奇埃南峰 那下去天池山莊還有100公尺 那我們今天是住在銀衛 會有兩個大銀衛 天池山莊到了 以前的天池保線索 那這邊顯示是2860公尺 那我們在這邊先整裝一下 好 具比拾天ぃ 能高第一天的火石 那今天處理香菇雞湯 白飯 滾了之後燜小火20分鐘 焦麻雞飯 去大陸就是玩了不少多 夥伴幫我們處理的晚餐 你看這是炒魷魚 看一下這個 滷肉 滷肉 排骨 滷肉 這是我們今天天池山莊的湯 番茄 雞蛋湯 白飯煮到粒粒分明 這個是滷肉飯 滷肉好吃 滷肉 等一下要介紹一下大廚 那個 大廚23 魷魚 魷魚 魷魚更多 還有其他人 不好意思 我看得很好吃 很好吃 整碗都魷魚 吃飽喝煮 我們整碗都不用吃 吃飽喝煮 我們整庄早早就休息了 準備明天能高煮風的挑戰 大家好我是阿鈺 今天是人高安東軍的第二天 簡單說明一下今天的行程 從天池山莊出發 走約50分鐘抵達光備八表 也就是人高三岔路 從光備八表到人高主峰地形開始陡上 走170分鐘抵達卡赫爾山 再繼續爬坡160分鐘抵達人高主峰 人高主峰海拔3262公尺 從人高主峰到大陸池營地開始下坡 走65分鐘抵達今天的露營地點大陸池 取水位置呢 再右切溪溝取活水 來回約30分鐘 那就開始人高第二天的行程 早上4點起床 煮早餐 菜單是義大利香菇麵 夥伴收拾帳篷 第一天難免動作會慢一點 喔 發哥這一帶要 16 15點3級 早上5點 天池山莊出發 哇 已經可以看到人高主峰了 在前面耶 很厲害 我們到了光批發表 人高三叉路 這也是人高安東軍與人高越嶺的交接處 光批發表維新總統蔣公輕蹄的戒杯 光批發表立富名聲 石碑在花年與南投的縣介紹 這主要是紀念台灣東西書店的創舉 而我們途中經過雲海天池快靈保線索 都是當時台電人員工作住宿的位置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看不見台電人員 但我們還是能體會當時工程的艱辛 彷彿莉莉在目 好 我們繼續出發 前往下一站 Let's go 在路上有雲海的陪伴 感謝上帝給我們好天氣 讓我們可以享受大自然如此的美好 我們要一起吃 我們現在這條是人高月嶺 右手邊有一條岔路 那個就是要往人高主峰 那這裡走到人高主峰還有5.7K 這邊就開始爬升了 往右邊開始走 那左手邊就是快林保線索 也就是人高月嶺的全段 那我們從這邊就開始走了 這次太陽很大 大家喔建築都是乾的喔 建築很密喔 我們到第一個電塔休息喔 從電塔繼續出發 兄弟你累了嗎 加油快到卡二三了 我們一起努力 呼哇 呼哇 我們現在抵達卡二三岔路 直走就是要往人高主峰了 那這邊卡二二兩百公尺喔 開始上去了 看到了喔 哇前面就是人高了 哇 哇 恩格甲山頭啊 恩格甲山頭啊 到了人高主峰了 到了到了 3262喔 我們前面的鏡頭就是舊子營地喔 那舊子營地一般都不會在這邊紮營 因為這邊 風很大 是風口 再來就是水源齁 也沒有水 取水不易啊 那通常 人高第二天都會住台灣池 或者是 大陸池啊 我們抵達人高的 台灣池 好這一次就大陸池了 好這一次就大陸池了 選好銀位開始搭帳篷 好這就是大陸池 一般來講這邊水都是蠻髒的 那 我們都會從 右邊下切 的溪溝 取火水 那 大家一起跟著阿雨一起出發 現在去取火水 看一下水源的狀況 在取水方式有一個臉盆 可以裝一下 這才蠻方便的 那我之前 是 走到更下面 更下游 那邊也有布條 那現在 有這麼上面的水源 就是在這邊慢慢等一下 其實水源都蠻充沛的啦 開始分享第三天的人高行程 出發前我們先解說一下 人高第三天的行程 預計從大陸池營地出發 露營地點為光頭山前營地 途中會經過一座 人高南峰南寧甲山頭 抵達人高南峰這段 將近爬了六個小時的上坡 從人高南峰開始下坡 一小時就到南峰南岸營地 從南岸營地到3093峰前營地 幾乎一路走沙 路程走約五個小時才抵達 從大陸池營地到人高南峰這一段 是我們第三天最危險的地形 如何危險 這點我將在後面影片會完整的介紹 人高第三天開始出發 Ready Go 新的一天來臨 東邊的太陽緩緩升起 太陽照耀著我們 昨天的疲憊讓我們有了充足的休息 讓夥伴預備好今天的體力 大陸池的清晨 有如母親一樣溫暖著我們 早晨日出的陪伴 補充豐盛的早餐 準備迎接今天的挑戰 人高南峰 大陸池營地出發 開始走杜鵑營 哇 這次的杜鵑都盛開喔 後面的我爸那個小心倒木喔 小心會勾到腳喔 注意看一下喔 這裡的杜鵑品種為玉山杜鵑 別名為紳士杜鵑或紅心杜鵑 花季約4月底6月初5月中花放最佳 在花香四夷的玉山杜鵑叢林裡 忘記昨天攀爬人高山一路的疲憊 此刻鳥與花香遍地開花 我們真的是很幸運的團隊 高空鳥看杜鵑叢林 遠望乾爪腕群蜂 原住民在山中的生活不簡單 樂天之命的態度 再辛苦也能簡單過生活 大來到螢幕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現在看這次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裝行走啦 就不要在這邊拍照啦 不知道要跟他保持一點距離 金鐘 你可以上來了 地形很陡 踩點施滑 只能容納一位夥伴 一個安全過關之後 接著下一位 這樣才能避免上下隊干擾 四到五個人的距離啊 不然你卡在中間 你找不到休息的位置 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 耀田 這一個一個來喔 你等我一下 好 耀田可以上了 好 原地找地方 一張船一下 我後面沒看到人 二山咧 在後面嘛 前後保持距離喔 方形要看一下喔 現在比較沒有剛剛那個危險地形了啦 這都比較踏實的那種地形 女線繩子都跨過來再下一個 好 我們抵達 人高南峰 人高南峰三岔路 不簡單啦 那這邊有個指示牌齁 在左手邊呢 就是往人高南峰 距離100公尺 那右手邊呢 就是人安營地齁 從這邊開始下切 現在要追安步 再爬光頭山 那通常重重 我們都會先放在這邊休息 好 先下背包了 到了到了 人高南峰 好 夠呀夠呀 夠呀夠呀 夠呀 還以為棒 大家可以看啦 好難喔 我來過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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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對 我們在仁高南風山岔路準備出發了 要下仁安營地 開始走囉 又要下300了 一樣前有保持距離 下坡也是要保持一點距離 不要跟太近 我們抵達那個仁安營地 這邊休息一下 南安營地好久不見 要待會的路喔 路就是南安營地 右邊出發 這邊往爬上去 往上走 我們抵達今晚的露營位置 3093峰前營地 距離光頭山還有一個小時內的路程 開始搭帳篷 這個是我們今天露營的位置喔 就是快到光頭山前了 因為在這裡 那我們要去取火水喔 就是在另外一邊 我們看一下 看到了 不然這邊取水的要等很久 等到人 喔 喔 所以我這邊等 阿鍋子到時候借我好了 我來等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啦 沒辦法 至少有水啦 沒有水很慘耶 人高第三斤行程結束 那我們第四天在白石石見面喔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鈺 回顧上一集我們說到 從大陸池營地出發 最後抵達3093前營地紮營 大陸池我們看見了美麗的夕陽 隔天大陸池的日出照耀著大地 在路上盛開的杜鵑花 還記得人高南峰路上危險的地形嗎 走到一半似乎能體會到人生的無常 在經歷千辛萬苦才能抵達的 人高南峰 介紹人高安東軍第四天行程 在3093前營地出發 腰繞3093山頭 走約一個小時就會抵達光頭山 高度3060公尺 再前進2到3小時 抵達今天的營地白石石 今天危險的地形在 光頭山下切白石石 影片內容會有詳細的介紹 第四天早晨迎接新的一天 雲目飄渺 有如人間仙境 每次登山感受生命的美好 珍惜現在把握當下 一大早夥伴整理裝備 哇 這是小檢的銀位啊 這是八哥跟八嫂的銀位 在收了在收了 哇 財產很多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媽媽還有公斤扣打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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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一公斤的扣打喔 喔 密砂 很有個三耶 喔 密砂的戰鬥力很強喔 陳醫師 嗯 這樣看你喔 不要 怎麼啦 算還可以 我那邊可以去來洗頭 早安 大家早安齁 我們現在大概早上八點準備要出發前往那個白獅池 從光頭前山插銀壁這裡齁 走到光頭山啊 上龍時間約30分鐘 或者是一小時我們走比較慢 這個行程大概三到四小時 最迷難啦 你走四小時 因為很近啦 因為現在白獅池離我們很近了 因為從光頭山再下去那個白獅池 兩個小時內就會到了 比較危險的地形呢 就是在光頭山下下去那個崩壁 我光頭山我會先下去看一下 那如果說那個垂直壁太硬的話 我可能會幫你們人包飛 一個一個降 大家清裝水底趴下來 抵達白獅池喔 因為白獅池雖然很美麗 但是呢 它風大的時候其實是風很強勁的 所以說到時候先殺完雨 大家選好適合營地 殺完雨之後咧 記得十個有石頭盡量都壓 壓好 壓滿 晚上水路非常的多 張篷外面的東西要收進去 號稱有什麼背包被雕走的 跟山上被雕走的 我跟你講因為有眼 不知道有眼的東西 襪子喔 襪子哇 用得好了 像口香嗎 有可能被雕走了 都要注意 這白獅子蝶子被雕走 你在摔那個場景是 好笑又無奈 你不得不去追 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就準備出發了 因為到光頭上這個路路線 就雙上下下沒有很大的爬坡了 那就是建築會比較低一點 好那準備出發吧 我們現在走三叉路右邊的腰繞路線 很好那右手邊是我們昨天去取水的地方 抵達光頭山高度3060公尺 然後我們要準備從光頭山下白石尺 好準備瞎切光頭山封閉 這裡經過長時間的風吹雨時 造成地形不斷的崩塌 每隔一段時間過來 地形都會有所變化 從光頭山下封閉路線 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下切的地形 先傳包包下來啦 來 來 來 包包先上 先往前到 好久喔 先傳包包下來啦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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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來 去 去 走 中文字幕提供 可以可以可以 慢慢下來 都有差點了 走完驚險的光頭山封閉 繼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白石池 哇 白石池到了 可以可以找營地了 這邊都可以啦 11點抵達白石池 現在下雨了 哇 還不少耶 今天營地就是在白石池湖畔 希望雨剛好就好了 太大的話我肯就要移位子了 你看 哇 就是這樣啊 大家好這是我們能高安東軍第十天 在我的後面呢就是白石池 那我們昨天從光頭山叉路營地 走過大概三小時 就抵達白石池了 那我們今天 特別喔 在白石池扎營啊 因為我是覺得說在白石池扎營 它的湖景是最漂亮的 欸難得我來人高 沒有很多次 但是這是我唯一 可以再白石池扎營啊 滿開心的 那今天我們剛剛有一進來 可能最近那個人潮太多了 在那邊有人丟垃圾 就是一坨一大堆的垃圾 那我們就是阿凱協作團隊喔 也幫忙把那個垃圾給清理掉了 真的 真的很感謝他們啦 至少把環境有稍微整理一下 不然整個湖面有一個角落 一大堆的垃圾 其實是真的很不好看的 好 現在時間還蠻早的 然後出發我們去白石池 妹池 白石池的妹池喔 這有石堆喔 也有人扎你的痕跡 好 我們去看有沒有活水啊 活水是在 妹池的右邊喔 看一下 看有沒有在流動 哇 目前沒看到水在動 還是有看到一些衛生紙 哇沒有勒 乾的勒 大家好喔 我在白石池 妹池喔 下游這邊的活水園 那下來這邊呢 哇 非常的濕滑 如果可以的話 不建議走下來 因為 你有可能下得來 走不上去 那再來就是說 沿途 沿途的地形喔 都是非常濕滑的 你要真的要下來 嘗試的話 你要確定你那種濕滑的地形 到底會不會走 這也蠻重要的 那我帶你們看一下 現在那個白石池妹池下游的溪溝 這水園都很充沛喔 只是說看 夏天喔 如果說枯水期的話 你就要走很下來 我覺得說 應該是 這次應該算是很下來的啦 蠻深的 我從白石池妹池下來 走下來應該有 20分鐘喔 那這樣很小心走 沿路都非常的濕滑 好 白石池妹池 我們環繞一下 走一圈 難得乾成這樣子啊 走來這上面有重重的泥土味啊 所以我看那水其實是蠻乾淨的啦 也是可以用的 那鏡頭的 那鏡頭的 正中間喔 有個缺口 就是剛剛我下去的那個 白石妹池的那個溪溝 如果你在地圖上看 有一個溪溝就是 往水源的方向走 那如果要上廁所 大家不要從 源頭那邊上 就要從旁邊上 這樣會污染水源 不然我下去看 其實還有衛生紙在那邊 其實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走上去了 來回到白石池度假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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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走回白石池 這是我們大家的白石池的營地 那我回去煮綠豆湯啦 煮好的 拿出來大家一起吃 哇這次的路腳被剪得好乾淨喔 下切到溪溝都還沒看不到 通常溪溝都蠻多的 就是水路睡覺的地方都會比較多 白石池煮綠豆湯 這個綠豆湯大概要滾一個小時 那才會爛透 吃一下綠豆湯啦 讚讚讚 這要吃這個很爛咧 不會啦就是要 時間啦 這個都用時間培養感情啦 這就是要吃到啦 啊這個要放哪用 啊這個要放哪用 嗯啊 欸自己啊 從第一次 我把你打到你的眼睛 我從開始 我從來沒知道 我沒知道 你把你轉回我的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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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行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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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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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